一輛轎車迅速開過去 而這段錄影畫面就成為他肇事逃逸的鐵證 大批員警火速抵達車禍現場 卻沒有發現肇事駕駛 地面上流有大灘血跡 被撞傷的是這名當時正要過馬路的成型男子 不只左腳骨折而且頭部重創 現在躺在加護病房還沒有脫離險境 而肇事駕駛還僥倖以為沒人發現 其實過程全被直擊 事發在7號凌晨2點多 花蓮吉安鄉民意七街 經過18個小時後 流行男駕駛直到法網難逃 在家人陪同下自行投案 他向警方共稱 當時雨下得很大 突然有人衝出來 撞到之後很害怕才跑回家躲起來 但這樣的說法 對方家屬不能原諒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有小孩的爸爸 孩子還在念國小 卻得面臨悲傷的父親節 前擋風玻璃出現蜘蛛網撞裂痕 車燈也稍微爆開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之大 雖然並不是酒駕 但撞了人第一時間選擇逃避 偉人父親卻做了最壞榜樣 TVBS新聞高中專科華聯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我們 okowehr 判施